我为什么要研究抗衰老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我不希望我在老的时候 50岁、60岁、70岁、80岁的时候 像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 甚至老爸、老妈 能够像上一代男人那样 面对衰老、面对疾病、面对死亡 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完全的就是坐以待毙 疾病、衰老、死亡 面对这些问题 他们只能是坐以待毙 去医院里面 按照医院的流程 查这个、吃这个、吃那个 打针、吃药 最后还是被疾病、衰老、死亡而带走 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完全是被动的 即使是去看医生 那也完全是被动的 医生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怎么做就怎么做 自己做了这个结果会怎么样 也完全毫无 毫无办法 完全是一个被动的 我不想这样 因为知道 虽然现在看上去很年轻 但是这是一个避难的过程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以后 我必然也会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所以希望 从现在年轻的时候 能够做一点什么 使我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以后 等我老的时候 我不用再坐以待毙 不用再像上一代 上上一代那样 面对衰老、死亡、疾病 完全地坐以待毙 束手就擒 因为至少目前来讲 以前的科技可能还差一点 现在的科技、科学水平、医学水平 研究的深度 已经到了 可以让我们做一些什么的时候了 研究到一些抗衰老的基因、方法、药物 都已经出路苗头 已经初步地露出了一些 对抗衰老、对抗疾病、对抗死亡 其实它主要还是对抗衰老 衰老是这一切的根源 衰老是很大程度上 导致很多疾病的一个根源 因为年轻人的话 你看很少生病 一旦老了 那各种各样的病就来了 那衰老它也是导致死亡的一个根源 所以说抗衰老 其实也牵涉到对抗疾病、对抗死亡 它是一个根源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 我不希望我等我老的时候束手就擒 啥也做不了 做一代币那样 但是你不能说 你现在还年轻的呢 无所谓 你现在还年轻呢 等你到老的时候再说吧 等你到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时候再说吧 等到那个时候你就来不及了 等到那个时候你就来不及了 如果你等到那个时候 自己才想起来 等你到六、七十岁衰老的时候 才想起来去翻翻书 翻一些医学的书 去翻一些了解身体细胞衰老的机制 那你就来不及了 因为人体还是相当的复杂 你要提前的做好准备 提前的去把身体尽量的目前已经知道的一些科学知识 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先去永远的走在这个科研的最前端 这样 这是一个 然后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 甚至也可以参与一下一些科学的研究 一些发展 各种机会 各种场合 等你了解了这个行业 了解了这个领域 广泛了解了之后 你就知道 你有些东西是你可以做的 你完全都不了解 你说什么呢 你可能啥也做不了 这个里面不一定就是 做科研 但做科研是一部分 也可能做其他的一些事情 就好像一个产品推向市场 他不光光是背后的科研人员 市场营销 推广 宣传 策划 包装 然后各种各样的 会牵涉到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说 总归比起来 比你30年以后 40年以后 做以代币的好 现在提前了 先动起来 叫做人无远虑 必有经忧 叫做什么 有备无患 有备无患 居安思危 居安思危 居于年轻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年老的时候 所产生的危险 居安思危 有备无患 这样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说 很多人到现在为止 还是心有疑惑 对这个人 或者说生命 里面是不是 存在一些超物质的东西 还不了解 就比如说 有的时候 这个生命 到底有没有灵魂的存在 有没有 或者按照佛教讲的 心 心石 或者叶 叶果 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 那么怎么办呢 为什么研究抗生老 也会跟这个东西有关呢 这个很好理解 那假设 假设你想一下 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 假设你是一个一百年前的人 你看到现在的一台扫地机 自动扫地机 就是在地上会跑来跑去的那种扫地机器人 你看到那个扫地机器人在那里扫地 一百年前的人 那么一百年前的人会不会说 哎呀 这个扫地机器人里面是不是被施了魔法呀 或者说这个扫地机器人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灵魂存在 如果这个扫地机器人里面没有灵魂的话 他怎么知道哪里有垃圾要扫 哪里没有垃圾 他怎么知道这个房间应该怎么走 遇到障碍物应该怎么闹过去 他里面肯定会有一个灵魂在里面 会看得见啊 要不然扫地机器人 他怎么会知道 怎么跑来跑去啊 对不对 那么再一个 就好像一百年前 两百年前的人 看到了现在的一台 那个无人驾驶的小汽车 假设这个无人驾驶的小汽车 在马路上跑来跑去 里面没有驾驶员 他跑到指定的一个地点 自动会把车门打开 客人上去 然后自动地把门关上 然后开到目的地 自动地车门又打开 客人又下去 你会想 哎呀 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里面肯定是住着一个神险 或者说有一个灵魂 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星石 什么东西在里面 否则这个铁皮盒子 这个铁皮盒子 他怎么知道 哪里要转弯 哪里要红灯 哪里要停 哪里要刹车 哪里要开门 哪里路上有行人 哪里需要遇到行人 要停下来 什么地方要减速 什么地方要加速 什么地方有警察 什么地方看到警察的指挥 要按照警察指挥来 这个铁皮盒子 他怎么能知道这么多的事情 他里面是不是一定住着一个灵魂 或者住着一个像星石记忆 这样的东西存在 OK 那当时的人提出这样的假想 设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扫地机器人 里面的这个逻辑结构 是怎么运转的 它是有一个路径规划 是怎么做的 他不了解这个无人驾驶 它里面的人工智能 是怎么去识别这个道路 什么去识别行人 怎么去和地图进行结合 怎么利用GPS定位 他不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 这里面住了一个灵魂 这里面住了一个星石记忆 或者有一个什么星石在里面 这是很好理解的 OK 那么假设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遇到了一个东西 它会自动的在那里动 自动的在那里运转 自动的会生老病死 自动的会讲话 会看得见 会思考 你也会想 这个东西里面是不是住了一个 叫灵魂的东西在里面 要不然这一摊漏 这一摊都是碳氢氧氮氮 这些原子组成了分子 分子再组成了一个细胞 细胞再组成了一个机体 这个机体 它这个死 完全是由死的东西组成的 怎么会变成一个活的东西 怎么会思考 怎么会讲话 怎么会有思维呢 它里面肯定住了一个灵魂 那么怎么办 拆解 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扫地机器人 完全地把它拆解出来 你了解它的分每一个部分 你了解了这个扫地机器人的 每一个螺丝钉 每一个马达 每一个那个红外探测头 超声波探测头 它里面的芯片 它里面的芯片 是怎么进行路径计算的 它是怎么规划路径的 它里面这个聚光规划器 是怎么知道这个房间里面的摆设 房间里面的东西 是怎么形成一个内部 形成一个地图 它怎么对这个地图 进行路径规划 怎么去扫地 你完全地把这个扫地机器人 从里里外外 从它的逻辑单元 逻辑运算 到它的电动驱动 到它的这个超声波 超声波识别障碍物 你把它的每一个部分 全都搞清楚了 你就会清楚了 哦 这个扫地机器人里面 并没有住着一个什么灵魂 这个扫地机器人里面 也并没有住着一个什么 心识记忆 或者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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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存在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存在里面 这个扫地机器人 它完全就是根据一些物理规则来运作的 完全就是根据一些电的规则来运作的 完全就是根据一些物理 甚至或最多再加一些化学规则在那里运作的 它完全就是一群死的东西 这个扫地机器人 完全就是由一堆死的零件构成的 然后它们被搭配成 搭配成一个精巧的一个结构 一个精巧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个精巧的结构 精巧的设计 就正好能够完成 这个这么一个扫地的工作 也就是说 你只有拆解了这个每一部分 了解了它的方方面面 你才会知道 这个扫地机器人里面 没有住着一个灵魂 那么回到我们的问题的最终 那么对人也是一样的 现在人的这个身体里面 到底有没有住着一个叫灵魂的东西 或者说有没有住着一个叫心 或者心念 或者心识 或者什么本体 什么本我 反正这个名词 各种各样名词都有 总的来讲就是说 他们认为这个身体里面 有一个超越于现有的物理规则的 超越于现有的化学规则的 有一个东西存在 然后这个东西是可以控制 整个身体的运作 然后让一个身体 有从一个死人和变成一个活人 变成一个有意识 有思维 这个活人 他认为是有这么一个动 超越物理规则 超越化学规则的东西存在 那么一样的 我们就把人当做一个扫地机器人 我们把它的每一部分全都拆解拆解 了解的清清楚楚 细胞是怎么运作的 蛋白质是怎么运作的 DNA是怎么运作的 它是怎么能够看到东西的 视觉神经是怎么感光的 视觉是感光之后 怎么会对外界进行一个识别 形成一个空间的概念 它是个整个大脑的神经元 是怎么运作的 它是怎么产生意念的 怎么产生语言的 你把它的每一部分都拆解干净了 你还甚至知道 这个机体它是怎么会产生问题的 它是怎么会慢慢的变得衰老的 怎么慢慢的这个细胞变得越来越衰老 然后最后这个细胞会死亡的 你把它的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物理过程 每一个化学过程 全都搞清楚的 你最后就会发现 啊 原来这个里面 并没有住在一个什么叫灵魂的东西 人的这个身体呀 完完全全是有一堆死的东西构成的 构成了一个精巧的设计 精巧的结构 然后这个精巧的结构 它可以一代传言一代 一代传言一代 那会通过声誉繁衍 不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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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繁衍演化下去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当你把这所有的东西都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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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然后你就会发现 啊 原来这个身体里面确实是有一个超越物理规则 超越化学规则 存在的这么一个 我们称之为灵魂啊 或者本我啊 或者心识的东西存在 你们看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存在 这一堆死东西 它就没有办法在某一个点上进行运作起来 对不对 假设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搞清楚了 然后就缺少这么一个灵魂 整个机体就运作不起来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就可以证明了 这个机体是存在有一个叫灵魂的东西 那么相反的 我们如果把整个机体从上到下 全员完全全都拆解开来 全都搞清楚了 发现里面并没有一个需要 并不需要一个叫灵魂的东西 就能把这整个机体组装起来 从头到尾 从上到下 里里外外 合并成一个精巧的结构 这个精巧的结构 可以讲话 可以今天在这里录视频 可以在今天这里 给大家分析这些问题 这也是研究抗衰老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说你研究抗衰老 研究这个衰老的机制 你等于也是在研究 人的整个身体的运作的结构 人的身体的运作的过程 你们的方方面面 细胞怎么运作的 蛋白质怎么运作的 氨基酸是怎么运作的 RNA是怎么运作的 这所有的东西是怎么运作的 全都搞清楚 至少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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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的去把这些东西搞清楚 最后你就会接近真相 接近什么真相 接近这个身体 它到底里面有没有事 有没有一个叫灵魂的东西 存在 在那里控制着这一切 因为你只有把这些 所有的物理过程全排除 化学过程全排除 你看看最后还是 有没有剩下什么东西 最后能够发现 什么都没剩下 那你就知道了 原来这里面并没有 一个什么灵魂 叫灵魂的东西 存在在里面 对不对 这跟我们前面那个拆解 扫地机器人 是一样的道理 这就是我讲的 这个研究抗衰老 第二个原因 就是你就可以研究清楚 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灵魂 到底有没有心识 灵魂心识研究清楚了 进而你就可以推定 到底有没有轮回这回事 轮回 人死了之后说还会投胎 如果连灵魂这个东西都不存在 连这个心 连这个投胎的种子都没有存在 那哪里又会存在 投胎这种这个过程呢 对不对 大家搞清楚了没有 也就是说研究抗衰老 甚至你研究到最后就会知道 有没有心识 或者本我 或者这个自我存在 有没有这个灵魂存在 如果灵魂都不存在了 那里又存在 灵魂的投胎和轮回和转世呢 对不对 这就是第二个目的 通过研究抗衰老 了解清楚 人的这个机体 是怎么运作的 你就会猜解清楚 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个灵魂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下 Ama à 至于 我们下来